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卫华大师说谷刮虎词气 第七百九十二级 也就是第七百九十二级 今天端午节给各位 先预祝各位的 端午一天快乐幸福 别忘记喝中天的水 午时的水 我们端午是我们三大节日的重要的 一项 端午阳气最盛的时候 所以各种蛇蟹蜈蜈蚣 都在这时候出动 第一个也要注意环境的卫生 注意环境的清洁跟消毒 要注意安全 人呢 也处在比较容易浮躁的时候 要稍微让自己cute down一下 赏赏瓷气 赏赏我们的瓷气 然后让自己的心诚意证 然后让自己 能够在赏心悦目的情况之下 过一个好的端午 过一个好的端午 能够什么 让你在一整个的夏天 都能够什么 精气神非常的亲民畅快 所以您跟各位做个提醒 这一件我们曾经介绍过 这么一件大尊 瓷气的尊做成这样不容易 这个在青铜纪时代 这个叫做尊又叫做狐 那时候狐就长得这个样 可是我们一般称为尊 就是尊贵的尊 尊重的尊 这是白酒气 又是生活用气 当然生活用气不是泛泛之辈可以用的 那一定是君王之用 在古代的贵族君王 用的这种青铜气 有这样的讲究的造型 所谓的吉尔 然后青铜湖 或者吉尔 青铜尊 那个青铜纪时代的青铜 另外一个名称就是金 就是金 就是相当于广的金 相当于广的金 给大家受重视的程度 所以我们现在故宫一半什么展览 都讲 国之重器 展览那是国之重器 你不要问 那就是青铜器 所以我们这是借鉴青铜器 而过来的一件尊 这么样的一个造型 所以它本身来说 也是一件礼器 它除了是一件观赏器 橙色器 它同样它也是一件礼器 所以它是非常的尊贵 什么时间呢 宣得八年 不是我说的 因为上面有提示 就是宣得 据我所知道 宣得画人物的都非常少 要真有画也是画女人 所以宣得多女 永乐无人 宣得多女 这行业内都知道的一句俗话 永乐无人 宣得多女 但是宣得跟永乐 基本上都很少画人物 因为苏玛里已经太浓重了 画人物不好画 偏偏我们这件 不但有画人物 而且画的是有名的画编 人物故事图 昭君出塞 王昭君 嫁给忽寒耶 忽寒耶那个残余 代表国家 代表国家 等于和婚 等于说匈奴 来求婚 来求婚 然后汉是汉宣立 派的 昭君 王昭君的本名叫王强 治昭君 后来又被历史上称为民妃 为什么称为民妃 因为跟司马昭的昭制 又说碧会 所以就干脆称他之为民妃 日月明 而我们这上面提示 而且有纪念 据我知道 宣德画人物的就很少 宣德画人物 而且有纪念款 又有提示的 应该是绝无仅有 国色天象 二两天 是国色天象 这个非常有这意见 一听到国色天象 就知道讲的是昭君 当然我之前 我不特别强调的这一点 那现在我再拿出来讲 是因为也是有资深的长家 在下面表达他的意见 说是昭君出帅 我认同 我也肯定 这一点绝对没有问题 我拿出来就再讲一遍 我原来不特别提 是因为昭君出帅 是原青花上面的重要的画片 而且原青花昭君出帅 而且数量不多 总共在博物馆里面的 人物故事图 全世界只有八件 日本有名的 这个初光美术馆的那一件 很有名 它也是荷叶盖管 它也是一个盖罐 它是罐子 没有像我们的尊 这么样的显得尊 尊贵的 它就是一个罐子 大罐子 上面一个荷花盖子 荷花叶型的盖子 但他们昭君出帅画得很漂亮 人物啊 各方面的画得都很到位 青花发色都很到位 后来据说首都博物馆的那一件 有人去打枪 说只认同日本初光美术馆 那不管 那他们之间的事情 赵君出帅原来就是在 原青花的一个人物故事 那我们从我们这一件来说 我原来不特别提 那既然有人这么提 那我也就再把它 跟各位把它做一个连贯的一个思考 原青花也好 那时候原晚期的 原青花 所以现在最被大家重视的 都是属于制政型的 制政型的就是原晚期的 就是原晚期接的就是明初了 所以站在中间到了 那洪武是因为大天下 跟蒙元帝国直接作战的 他不欣赏蒙古那一套 所以他的青花史都 我也好 或者他的那个幼里孔也好 他都是独树一帜的 你看他最有 最明显的就是玉湖村平 洪武的玉湖村平 又肥又大垂腹大足 跟原代的 那个原青花上面的玉湖村平 是显得比较紧实 显得比较 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是什么 他第一代的冲突 到了第二代 他没那么大仇恨 到了朱棣 就到了永乐大帝 永乐大帝从小 从年轻 就是燕王 就到北京 所以北京那边跟山外接触呢 太频繁了 从小就学了蒙古人什么 胡夫骑士 骑马打仗 蒙古人既是他的朋友 也是他的敌人 所以他才能够什么 一扫封城 永清沙漠 能够把蒙古人 亲自御驾亲生 五次御驾亲生 把蒙古人 几乎都达到了最北边了 所以 这个符合赵武林王 孙清沙时代赵武林王 胡夫骑士 所以他本身的学业里面 也带有元代的这种文化 我们还另外举个政令 大明王朝整个他是以红为重 以红为重 就是因为他姓朱 又起义于南方的红金军 就红色 然后属于南方 离万南方国 宾武林离万南方国 但是朱棣就是永乐 除了红色一段 他特别喜欢白色 而他的国师 姚广向上 送他一顶白帽子 燕王的王子 上面一个白就当皇帝 国人把他扶上了皇帝的正位 这白色是他的幸运色 是他的什么 是他的喜用神 所以有这么一声 白色是什么 白色是蒙古人 是蒙古人的政策 蒙古人像蒙古包一样 蒙古人暖白柚 实际上暖白柚 为什么这么有名 就是这样 所以既是朋友 又是敌人 他本身的血液里面 也从小就侵染到了 蒙古人 他的这种习性 风俗 所以他亲马打仗 不输蒙古人 那是蒙古人喜欢的东西 他也喜欢 所以到后来 他当皇帝之后 他最很有名的 是叫做蒙 田白 为什么永乐田白 是这样来的 他在他骨子里面 有这么一个血液 再将他的国师 要送他一顶白帽子 让他扶上皇位 这白色一直是他喜欢的 这个跟蒙古人 这方面是契合的 好吧 所以他追谋的是蒙古文化 追谋的蒙古的那种感觉 感受 所以他五次御驾新增 最后死在归途上 可见他是什么 他是白生的职制都摆在那边 其他的事情叫别人做可以 叫政革旗下西洋 驯扬国威 开展地缘政治 经济方面 由内阁去处理 但是他自己 军事部分 他自己 自己抄刀 所以你知道他的一个性格 跟他血液中的蒙古人的这种血液 有这种蒙古人的这种 文化上的一种认同 好 那崇拜他的 黄圣孙 宣德 跟永乐的关系 就跟康熙跟乾隆的关系一样 他是一脉相承的 隔代 指定交班的 所以宣德画边上 有蒙古人的影子 一点都不过分 所以我把它这两种之间 作为一个负责任 而且符合思维理责的 所以同样用的都是苏玛黎清 同样用的都是苏玛黎清 只是画风上有所不同 蒙古的画法就带有那种野性美 那宣德所谓人宣之治 活到永宣时期 那国家底定 国家富强康乐 所以用的笔法都是带有宫廷色彩 就带有宫廷色彩 不是光是画一些旷野 不是光是画一些什么 他就带有那种亡者之气 亡者差别在这 那它的顶盖上画的是什么 松竹梅 中竹梅 而且领部画的也是松竹梅 吉尔 因为加上吉尔 加尔的 加尔的瓷器 元代 元清花上喜欢用 有名的元清花 现在在大一博物馆 原来就所谓大威德基金会的 大威德收藏品 又叫做大威德品 项耳品 它是项耳 我们的吉尔 吉尔 这方面就有元清花的那种身影 画的画片 就是人物故事图 元代的是什么 戏杂取各方面比较发达 因为那时候的文人 尤其汉代的文人 汉人 分了四种 第一种蒙古人 同志阶级 第二种圣木人 第三种才是汉人 第四种男人 所以很多的艺术家那时候都躲向于什么 去骚遥瓷器上画片 去画瓷器 或者 就是文人中落魄的文人 落魄的文人 在意外的情况下造就了元清花的这种艺术 这种艺术之美 那我们这边跟元清花的画片 接近但是没有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那就是仿的了 所以外面现在很多 造就出色彩图 比比皆是 百分之什么 99.999 那不是仿的 那不要看 干嘛不要细看 那我们这件画片 完全不一样的画片 又带有那样的味道的画片 带元清花的那种身影 可是又具有宣德画人物 宣德画人物 他有种特殊的那种画 尤其是 这个宣德 靠了过后期 宣德总共才十年 他到了后期的话 就是 空白期的 那种味道已经有了 比如说铁锁云 做场景的区隔 用铁锁云 还有人物身上用的飘带 所以我一度也把它 把它当做是什么 空白期 可是后来 仔细沉淀下来看 空白期真的是做不出来 像这样水准的 而且这样的一件 兼做礼器 空白期那时候已经是什么 又叫做黑暗期 是玉瑶场最衰败的时候 而且那时候赎款也不敢赎 因为皇帝 两个皇帝兄弟之争 你不想谁争赢了 你数错了要杀头了 所以那时候处在一种乱世 多半都是不赎款 而且那时候画的画风上 都率性草率 都是一些影视 画一些什么 跟政治各方面不沾边 不沾边的东西 我想 这个虽然是 昭君初赛 也是人物故事 但他人物故事 他有称赈到一定的敏感度 他是 他是汉元帝的时期 汉元帝的时期 宫女在呼喊一些禅鱼 呼喊鱼禅鱼是属于南禅鱼的这一支的王 北禅鱼是呼喊鱼禅鱼的哥哥 他哥哥势力比他大 压制了南匈奴 那南匈奴来进贡 跟汉元帝进贡 而且求婚 就联婚 也得到了元朝的一些 得到了汉元帝的协助 最后一举 把他哥哥推翻 把这个北匈奴一起的 就是歼灭了 歼灭了 就是化为一支 呼喊鱼 所以王朝军这一句带去了 很多中华的文化 中华的传统 跟中华优秀的 这种所谓的 这个文化上的影响 这是不能小觑 一直到后来 呼喊鱼死掉了之后 他想回中原 想回中原 结果继位的汉城帝 不让他过来 继续留在那边 只让他的一个女儿来 所以王朝军是一个很凄美的故事 但他在历史上有浓重的一笔 他对国家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朝军出赛是一种什么浪漫的 文学的 他也奸含了一些什么 政治上 因为他就是一个政治联姻 政治下的产物 而且造成了边赛的安定 稳定跟平静 那个时期 所以有史学家研究 说王朝军在历史上的功劳 不输给当时最有名的大将军 卫军跟霍军病 他们都是驱赶匈奴的 他们是用武力 那王朝军是用什么 用的是一种情感 用的是一种美貌 是一种情感 甚至于一种文化 同化他们的 我们知道我们研究阴阳五行 我们在教学的 你都知道 阴阳五行最重要的四个字 深刻制化 一 卫军跟霍军病 这是用什么 克 用克就是 我的武力病强 把他打跑 正对面的交锋 卫军跟霍军病 展现了武力的强盛 展现了大汉升威 他还是王朝军更高明 深刻制化 他用的是化 同化 那个化字 就是一个最高的艺术间接 也是一个最高的阴阳五行的间接 他用化字 不伤和气 而且能够能够什么 达到目的 而且达到目的 对两方面 就是双赢 威力双赢 不是单面的 正面交锋 只有一价 一个赢价 我们天天看拳击赛 会想看拳击赛 UFC格斗 One Champion的这种格斗 两个 即便两个都是冠军 都没有败过的人 上场打一架 也要有一个是王 一个是扣 一定要一个赢一个输 唯独这用化的方式 是双赢 威力 所以这是高明 顺便讲了他的一些历史上的故事 他在我们中国是四大美女 还没老二人 所以他什么 成余落叶碧月修华 成余 讲的是西施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都小学一年级 一二年级 就不带到基隆 那时候在基隆 我们那时候基隆东信国小 被带去看了一场免费的电影西施 当时拍的 春秋是在国家 很重视 那时候重视传统 中华传统 就看西施有勾建复国 吴王夫差 派美社西施 那时候西施是什么 残余 落叶 落叶就是指的王朝军 当然 这个在历史上 他是四大美女之一 非常非常的有名 而且最主要他的一些西施 也好 王朝军 他们除了自己美 他们用他们的美色 对国家产生了关键性的印象 一个是诱惑夫差 一个是什么 去同化了呼喚一些残余 把整个的南匈奴 甚至于到了北匈奴 总共把他统一起来 跟汉的文化能够结合 跟汉能够什么 联手 所以那时候 整个国家是出来 富翔康乐 而且不费 一兵一卒 所以我们这上面就有 昭君出赛 其实我们这上面的诗 各位可以看 我就不做介绍了 国色天象 那真正写王朝军的诗 历史上非常多 最有名的一个是谁的诗呢 最有名的是杜虎 诗圣杜虎的诗 这个万货 什么 禁门 禁门是什么地方 就是长江三峡 比较靠幻 比较缓和的地方 那发卖之处呢 来得很急 我们看风水学上的 有什么 发卖的主心有什么 池楼别殿 那是发卖 洛曼就出禁门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所谓的 大一世禁奏的禁 禁门 到了这边就趋缓 接着结续 结续在谁 就结续在王朝军的故乡 结续在王朝军的故乡 然后这首诗又讲到 王朝军自从一出的皇宫 他的命运就开始颠沛流域 就开始 过苦日子 从一踏 一离开皇宫 一直到他的什么 最后结为一清种 清种就是 王朝军的墓的 别称叫做清种 那清种可怜 他人一直想回来 都回不来 最后 为了过来牺牲 他死也死在 凶奴 死在塞外 所以他的坟叫做清种 就是 就是留什么 留清种什么 像黄昏 就是让你有黄昏那种 那种怎么讲 虽然是美 但是带有那种凄凉之美 而且他擅长枇杷 他枇杷里面常胡语 就是他的枇杷 他只能弹给胡人听 而且这里面的 他的心情 有没有怨恨呢 有没有不平呢 当然有 他的怨恨各不平 树诸于琵琶的曲中 就是让他这首诗写的 哇 完全那种意境 那种意境 而且有所谓的画境 都出现在那个诗中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那种什么 那种齿幅千里的感觉 那给人看他这时候 就像看了一幅画 那齿幅千里 那个大漠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的画上都有 不管是招军出赛 有人 有胡人帮他撑了 我们讲的 像雨伞一样的 滑盖 那个是贵重人家 出来才有的 你看一直到现在 那个英国威力王子 当哪里 也喜欢带把大伞 也就是帮他的太太 帮他的王妃 撑着 或者旁边的 助理 帮他撑着 这在古代就称为华盖 就在最尊贵的人 他才有这个 所以我们紫围朵素 华盖心呢 也就代表一种观心 也代表一种观心 所以这样的一种感觉 最下面的这就是葡萄 叫做江牙海水纹 江牙海水纹就代表一种江山 江山永固 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感觉上很凄美 他为了国家 为了江山 为了社稷 牺牲自己 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故事的 比如说 毛颜兽 宫廷画师 为了贪钱 每一个宫女 要画得漂亮 就给他 给他银子 王朝军是个正派人 他不来这一套 没给银子 好 毛颜兽给他画了丑垃圾的 等到要合婚呢 他跟韩元栗 辞行的时候 韩元栗一看 这么成于落雁之美 哇 后悔了 想把这个成命收回 可是均无戏言 后悔 后来把毛颜兽给问贪污 而且把他画得那么丑 跟实际状况有落差 这都写在杜甫的这首诗上 这首诗里面 画图是吧 也是春风面 就是他把这个 这么漂亮的一张春风的脸 他把它印藏起来 所以环佩 独归 月月魂 就是造成了这个 千古上的这样的一个遗憾 当然这个遗憾 这个七美的故事 也造就了什么 对国家的这种帮助 所以说 他具有文学之美 具有艺术之美 各方面的 又具有相当的故事性 但是他最终 这种 不要忘了 他这种政治的联姻 达到了政治的效果 这是一个成功的这么一件政治合纹 好 我们今天就 先给各位照一照我们人家说 因为这个之前有讲过 我只把这个跟大家再做一个重塑 为什么我当初没有把它归类 那现在我要把它归类 因为人家讲的有道理 我们还是要就事论事 我们不要去避开这个圆青花 我们这个跟那个 跟那个现在后访的圆青花 完全是两码事 你看这个骑马的这个人物 就有元代圆青花 那种 有元代的这种身影 有元代的这种身影 哇 它太重了 我不好转 要很小心 只能给各位稍微一下 这上面的诗是 国色天香冒秦城 奈何红颜多薄命 落花流水 总无情 留得四人空调林 宣得八年纪 你看 哪有正式纪念款 这是我看到的唯一的一件 唯一的一件 而且用的苏玛黎青 画的那种 人物的这种 这种造型 完全是宣德时期的这种画法 宣德的这种画法 这是绝对错不了 他的画法跟 他说是共用一个画片 可是他所呈现出来的意境 跟他的这个笔触 跟元代圆青花 完全不同 所以这个 不先知道什么 反不反的问题 这一次一件 过真价实 目前仅止发现这么一件 宣得纪念款 画昭君初赛 因为昭君初赛太有名了 日本初光美术馆那一件 他没去拍卖 他要是日后有拍卖的话 他的那个身价 绝对会超过 会固执下山 以他的那个画片的稀有性 跟他的这个整个艺术性的这种表现上 跟他的这个本身的故事 他的故事的吸引人的一个程度上 那等于说是比那鬼谷下山大惯 那等级城市上又要什么 又要略高了半仇 所以我们 我们有这么一件 荣幸 既然有这么一件 所以有点朋友开玩笑 他什么国宝都到你家 这个可能是带一点玩笑话 其实大家都有国宝 你我心中 都有很多宝物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观看